而且在家乡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他们会觉得自己杀罪业比较大 所以叫别人杀那罪业反而比较少 所以都会找其他人来杀 那当时是由这些汉族的人呢 他们来负责宰杀的这个事情 那总的来说杀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会用这个绳子把牛的嘴巴 把他鼻子整个都蒙住 然后让他们这样子闷死 所以这样闷死的过程大概要半个小时 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反而很清晰的记得 他当时大概四岁五岁吧 常常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他就会哭就会闹 实在是忍不住的 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太痛苦的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说 那个就是可以称他叫一种慈悲心 甚至现在在讲的时候 回忆起那个情况 还是那么强烈那么深的一个感受 所以回想到现在已经长到这么大的年纪了 这么多年当中 似乎也学了一些佛法 似乎也做了一些修持 做了一些仪轨修法 但是在这么老实说 这么多的修持学习当中 却都没有再像能够升起当时的那样子 看到这个痛苦景象的这种 本有的一种悲心 所以这是凡他很相信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每个人 我们往回看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么一个非常原始的 本具的这样一个悲心是本有的 但是呢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牛被杀了 然后呢他的皮被剥了 然后肉被分了 然后分到各个家被煮了 到了隔天的时候 放在这个餐桌上的时候 法王说他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在吃着这些肉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受到一种环境的影响 你还是得这么去做 但事实上法王说如果不是环境 是吃肉的一个环境 其实他可能从小会是吃素的 他并不想吃这些肉 但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也好 家庭也好 甚至父母 如果说你这孩子怎么不吃肉 他会要你吃 你不吃的话 父母还会伤心会说话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 这种环境的影响 或许用佛教的名称来说 它就叫做一种课程的烦恼 这是这种一种习气的一种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用佛学的解释来说 这是无时以来我们过去的习气或什么 其实有时候不用谈那么久 我们从自己小时候看起 方说就看想他自己小时候的这些事情 现在想到他都觉得很恐怖跟很可怕 受到这种环境的一种影响 甚至像过年的时候 他们会要有习俗要吃那个羊头 而且会说羊的眼睛最好吃吗 而且还要眼睛周围的肉特别好吃 所以方说现在想一想 甚至看到那样的照片都觉得那不是人会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就是提到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环境的这种包袱跟影响 让我们本具的这个善心呢被阻碍住了 没有办法展露出来 相信在座的每个人可能这样一想 你都会想到说 自己小时候曾经有那么一个慈悲 那种善心是本具的 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受到这种教育也好 恶的朋友的影响 或者不好的一种老师的影响之下 发觉自己也变了 所以说 这就是提到的这个故事 相信这个故事 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个第四个句子 那么今天讲这讲真的就已经 超过时间了 虽然我们平时总是内心会发愿说 希望上市讲法是超越时空 但似乎超越时间 超过时间还是不太好 那么总的来说 有时无时都要不停地讲 好 那反正明天的上课时间还是一样的 虽然说明天呢是 反而说是他真正的生日是明天 应该是应该放假休息的时候 但是算了吧 明天还是上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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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快的修行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贵的世界 是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嘛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嘛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 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嘛原籍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 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嘛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仁波切所有的时间 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体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仁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我是一家小广告公司的美术编辑 有几位部署在我的部门 每当他们来不及在截稿之前交建 或交出的作品太草率 或在办公室浪费时间等等 我都会非常生气 结果我的暴怒伤害了不少人 也损失几位好员工 他们怪怪而去 真的再也受不了我了 请问是否可能不动怒底指证 员工不当的行为 在这种场合之下 我的生气有帮助吗 我是否应当接受 就是有人会为此不高兴而离去 我的惩怒可能会如何伤害自己和别人 恳请您在这方面指点我 这真的是修忍入道的一大机会 修忍是为了获得内在立即的和平安乐 思维在我不动怒的当下 就不会伤害自己 不会令自己不安乐 每当心转为恶心 就好比内在的一颗炸弹 在战争中被外在的炸弹炸死 不一定表示会堕入恶趣 你可能会投身上界 然而称心的炸弹对你来说 将比任何外在的炸弹更恶劣亿万倍 一升起成心就造下恶业 把你投入三恶道 让你不得不在那里受尽可怕的苦难 时间达好几节不可思议之久 极天菩萨在《入菩萨行》中说 由于一刹那的称心所造下的恶业 使我们长劫堕三恶道 我们无法投身到安乐众神之界 这甚至还没有提及 我们过去无数生中 由称怒所积造的恶业 极天菩萨还说 一刹那的称心 会毁掉千年以来 由布施供养善事如来等 所积聚的功德 总之 称心有诸多害处 第一个害处是 称心会令你在三恶道受巨苦 其次是 称心会毁掉长节的功德 第三个害处是 称心会延缓证悟 看你是对谁生气 对谁造恶业 而有轻重之别 第四是 称心也会使你来生身形丑陋 修忍则会令你来生的身形断美 如上所述 生气对自己极为有害 光是生气一次 都非常有害 由此可以想象 如果整天或好几个星期 好几年都在生气 将是多大的伤害 光是生一次气 就会带来那么多的苦 想想真是恐怖 思维 如果我生气 就不能够真正和别人共事 他们会不开心 他们会不开心而离去 因为他们对你很不高兴 看到这种情况 也会令你不高兴 还有 你生气会让别人也生气 接着又令你更生气 你让自己变成别人的出气筒 用粗言恶语来伤害你 讨厌你 如果称心越演越烈 甚至会上身 如果你安忍 就不会对友情生气 这样一来 友情只会从你那里 获得和平安乐 每当你修安忍和不动怒 便是对世界和平 做出最实际的贡献 带给世界和内心 极大的和平安乐 就其他友情来说 这不仅是为世界上的友情 而是为一切友情 带来和平安乐 如果今生能够修安忍 来世就更容易修了 在日常生活中 越珍爱其他友情 怒气就会越少 思维自己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过去诸多安乐的来源 也将是未来诸多安乐的来源 包括菩提道的诸多正量在内 所以要尊重别人 对他们修持心 特别是那些对你生气的人 总之 结论是 1. 修安忍 2. 由念恩而爱惜其他友情 3. 尊重其他友情 4. 对其他友情修持心 这样一来 人人都会喜欢你 支持你 当你的朋友 看到你的心有所转变 进展 会激励他们 他们会感到惊讶 而改变对你的看法 称心的炸弹 比任何外在的炸弹 更糟糕 我的称心 令别人不喜欢我 安忍令我安详 我越珍惜其他友情 怒气就会越减轻 有一位比我资深的同事 经常羞辱我和我的工作 我觉得自尊心经常受创 时常会对这位同事反感和生气 不用说 这个情况令我很痛苦 我的表现也就更差 碍于家庭的经济状况 我目前没办法离职 所以 我必须找出解决的办法 既然别无选择 我知道应当把这种状况 当作自己修行的一部分 请问我该怎么办 当我们的自尊受伤时 应当随喜 那有多好啊 自尊受伤时 我们应当随喜 而且感到非常高兴 就像普通人对仇人被害 或遭遇麻烦式的反应一样 思维我的自尊受伤 真是太好了 如果你修菩提道之地 转念和菩提心 只要有任何事情 伤害到你的自尊 都应当思维 这正是我需要的 让我的自尊得到甚至是更大的伤害吧 自尊受伤的越严重 我们就越能够摧毁它 我有一个痛苦的童年 因而很难信任别人 我一直设法不要责怪父母和环境 并且试着去了解我的现况是自己的业 不过我还是很难相信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贪值 旧经验看来 我觉得这非常合理 谢谢您花时间思考我的问题 禅修慈爱 好让你的悲心增长 了解其他友情的苦 主要是切记慈爱 生命中有什么比菩提心更好 我片满大乐 甚至连头发都是 我很苦恼 因为我的朋友不能给予我所需要的 并且他也真的伤了我的感情 这令我非常生气 我该怎么办 你必须修宽恕 否则你不会快乐 别人也不会快乐 放下 把那件事情忘掉 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要了解 这是你过去恶业成熟所致 然后 想一想其他友情 必须经历的一切不如意 由自己来承担这一切 以便让他们的一切经历都顺心如意 同时观想他们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 苦是我过去的恶业成熟的果报 我认识的某人最近故意深深的伤害我 令我苦不堪言 想要报复 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反应 不过却一直存在我的心中 挥之不去 我该怎么处理这些反感呢 以牙还牙并不是明智的决定 无论如何 他们所做的事会伤害到自己 必定会致死恶果 不久就必须受苦 而且将来多生多世 都必须经历利尽 千万倍于他们所做的行为 他们的作为完全是无知而愚蠢 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 他们是在把自己投入地狱或贱人上 如果你怀着称心反过来伤害他们 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这将令你长久陷入险境 千万身遭受伤害 时间长得难以置信 相反的 为了改变他们 你若以和平的方式 善巧地回应 他们将会领悟到自己的过错 你没有反过来伤害他们 就不至于让自己自身于比现在更恶劣的处境 如果你伤害他们 他们的亲友将变成你的仇人 再来伤害你 再来伤害你 没完没了地 渊源相报 这是伤害和称恨导致的后果 如果我怀着称心反过来伤害他们 自己也会受苦 心的秘密 苦乐都造自自己的心 不假外求 自心既是乐因 也是苦本 得乐 喜苦 都必须在自心之内下功夫 心就像一个小孩子 需要我们注意与照顾 一会儿的闪失 就会为小孩带来危险 心一有危险 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有了危险 因为你的生活会被无名控制 而陷在业力当中 不断轮回下去 就如同捏手中的面团般 你必定可以随心所欲地扭转自己的心 你可以这样的修心转念 没有心 眼、耳、鼻、舌、身等感官 所产生的看法 也都不存在 没有心 就没有佛果、地狱、涅槃、生死轮回 没有心 什么都不存在 这意思是说 一切都来自心 我们认为由外在而来的安乐 实际上来自我们内在 来自我们自心之中 问题也一样 事实上 没有任何东西是来自外在 每件事都取决于你怎么想 虽然它或许显得从你的心之外而来 那些只是问题升起的祝愿 让我们内心不安、不平、愤恨等等的因素 是因为生活上在刚碰到事情时 我们就贴上负面的标签 假立名言、糟 进而相信自己安利的标签 而最后就看到不好的、负面的、不想要的像 我的生活不好 这人不好 那件事不好 因为把事物看成不好的 它就变成不好 而让自己变得不开心 忧郁、气愤 甚至去自杀 男女关系常有这种例子 所以不管是什么问题 最初的谬误在于自己的心安上负面的标签 根本的问题就在此 我们不把事情看成好的 不会假立名言说这不错 日常生活上可以这样分析我们新的造作 看清楚别人对我们的态度、行为 为什么会对我们产生伤害 那是由于自己的烦恼所引发的问题 而不是自己的慈心、悲心、利他心所带来的问题 别人是否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 完全都是由我们自己心里去认定的 能体会到这一点 即使生活上一切安乐的来源 看清让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根本 完全在于自己负面的想法 一天24小时 看看我们对对象生起什么样的想法 贴上的标签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依据这个就看到好的或者坏的像 然后对象的好坏便确立 进而产生负面痛苦或正面安乐的觉受 日常生活的一切 就是这样插挪插挪 由自己的念头、自己贾力的名言来造作 由此很清楚可以了解 一切都来自自己的心 因此 想让生活随时远离痛苦 享有安乐 内心平静 就得在平时学习贴正面的标签 不管遇到多大的灾难 事业上的挫败 身体上的疾病 人际关系的困扰 要尽可能思维这些问题的好处 思考它如何利益我们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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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书法班招生 方朝中老师教授 日期7月13日星期三开始 每周三下午3点到5点 招收对象 国小国中生 请提早报名 报名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新逢观世音菩萨 成道日 慈悲至业 花莲中心 礼拜三昧水灿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诗 佛前大供 恭请常住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7月17日 农历6月19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南魔护主 无量光 圣光明 骗吉祥王 大悲功德 宝王如来 南魔护主 无量光 圣光明 骗吉祥王 大悲功德 宝王如来 南魔护主 无量光 圣光明 骗吉祥王 大悲功德 宝王如来 念诵一遍 从今 乃至九十六一节 念诵一遍 从今 乃至九十六一节 无量无数 恒河沙数节 往生极乐世界 决定无疑 千佛体信 文明 导师尊 决取十万 诸佛 圣明昊 具足尽兴 真实 劝请故 唯愿一切众生 正佛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